那么小一个桌子 可是你在那里可以施展你的那个魔法 世界上有什么样一件事情 可以这么的善待我 连让我的缺点 很火爆的脾气 也居然都会变成是 小说创作里非常好的一个养分 或是一个财心 千辛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温暖是个假象 它内在有非常强大的 很犀利的杀伤力 去参与不管是政治活动 社会就各往美来 永远是朱天心 就是像朱天文和朱天心 我不认为所谓的才华或是会心 是唯一的解释 它必须要有那样的一种 对世界的好奇 屋檐又看到朱天文野心 真的是太大的一个 从荒人那样的写法然后到这一步 它似乎是要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作者 完全不一样的书出来 它对生活对生命的一种理解 它会显出他自己感觉最打动他自己 那这个相对的也会打动不过 因为我是没有说要要要要看 他每次都试试他说给我看啊给我看 我说不要看啊有什么好看啊 出席者希望一个房间 这你都知道的啊 可是我在想说这个房间门是关不紧的 我说你会调整死了 自己都拿着一个团队 我说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好看 我就会上这一步 好看 像是这样的一步 你这有什么好看 传奇兴不过